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相信我们大家都蒙耶稣的祝福 耶稣的保佑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这么疼我们 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聆听你的话语 祝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保罗写了一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 以弗所说第三章第一节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 做了基督耶稣被求的 替你们祈祷 量必你们 曾听见神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 托付于我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哥哥写的 你们念了 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亲爱的弟兄姊妹 保罗呢 作为一个福音的指示 就是指示就是 讲福音啊 传福音啊 然后最后呢 他被关在 监牢里面 但他在犯弯中 仍然欢欢喜喜 因为呢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劳廉 然后呢 劳廉呢 就生盼望 这盼望呢 就是死不知羞耻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神呢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因此呢 保罗对神没有 吸顿的怨言 在他的书信中 也没有任何 勃起同情 或之类 之连 弃伤的字眼 因他心里充满了 神的恩典 以荣耀 你说林牧师 你怎么讲 我说呀 有的人信了耶稣 他受到很大的挫折 他失欺了他的父亲 失欺了他的太太 但是呢 他没有埋怨 所以 保罗呢 他虽然为了这个福音 被囚在街牢里面 他一点都没有埋怨 保罗说 在犯难中 也要欢欢喜喜的 他在罗马书写上 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 要显移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以介意了 罗马书第八章 十二节 然后呢 这则 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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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 斩斩 斩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几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所以 很多人 一个基督徒呢 他受到一点委屈 他就放弃了 他受到一点委屈 他就埋怨神 他受到一点委屈 他就说 耶稣不爱他 他受到一点委屈 他说 我不要到教会了 所以 很多人呢 像小孩子 不懂得怎么感恩 所以 保罗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榜样 无论在什么 处境中 我们都要欢欢喜喜 我们现在的苦楚呢 比起来 将而显于我们的荣耀呢 就不足一切了 比如说 牧师 我受不了了 我的太太这么唠叨 我受不了我的丈夫 每天 每个星期 每个月 都在外面 跟你朋友 鬼混 我要怎么办呢 牧师 我也很可怜他 这些人受到 很大的压力 但是记得 我们在活在 这个世界上 无论你富有也好 贫穷也好 有知识也好 有智慧也好 你念大学也好 你是硕士也好 你是博士也好 你是成功的企业家也好 你是老总也好 都会有问题的 都会有苦楚的 我们中国人说 家家有本来念的经 每一个人都有难念的经 在他的家属 在他的生涯里面 问题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问题 每一个人都有瑕疵 每一个人都有压力 最重要的 我们要怎么来应付他 在犯难中 我们一席的关键是 神荣耀 经常在他身上 彼得也说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 受诸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他 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的里面 所以你为了福音 你传福音 你被人压制 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属 你要有温柔 谦卑的家庭 你被人家气笑了 没关系 因为你知道 你所做的 都是符合圣经的道理 圣经的教训 愿主耶稣祝福你喜乐平安 记得 如果你很上线的时候 你就想到 主啊 当我遇见你的时候 这些苦楚 这些压力 算不了什么 主啊 当我看见你的天堂 当我看见你为我一辈的 天家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不是属于我们的家 我们要用这样子的眼光 来盼望 来盼望耶稣基督 来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是福音的知识 我们的家是在天家 保罗知道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是暂时的 他要为神的工作 完完全的摆上 我们也要歇息 在泛滥中 花完细细 相信主耶稣 会试炼我们 让我们成为有成功 让我们成为有修养 有涵养的人 好 我们先对他报告 再来阿爸 谢谢你今天的话 让我明白主 有的时候主 我们很喜欢买烟 很喜欢怪别人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听到你的话 我们知道 我们呢 在泛滥中 仍然要欢欢喜喜 因为我们知道 泛滥生忍耐 忍耐生老脸 老脸是一生盼望 这盼望不至于 修主词 谢谢你 主耶稣 对我们的爱 我们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阿们 祝他这盼好吃 祝他自己 祝他在新大陆 祝他自己 这盼望不至于 祂荣耀的名堂声声 但愿全地充满祂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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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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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全地充满祂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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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联 阿联 阿联